我們東西都是使用日本最高水準的東西 那我們還有一個更特別的東西 是我們不使用樹脂 我們把牡蠣殼用在各種酸裡面 去做搶射的結果 把它變成液體這樣 那這是機密啦 我也不太清楚 其實只有他跟研發教授知道了 各位朋友們 太好了 今天呢我們要來 大家來看一下我們的新家 我們新家目前的狀況呢 已經來到了要粉刷油漆 那粉刷油漆呢 其實因為我們不會 所以今天我們非常特別 我們要請師傅來教我們粉刷油漆 而且我們今天的塗料都是非常特別 那施工的過程也非常的特別 保證你們在台灣沒有看過 那所以呢今天呢 除了要粉刷之外 找我的小兒子 我們要一起來施工自己的房間 所以呢我們今天呢 找了一位 非常特別在施工油漆的部分 有非常特別的工法 所以我們邀請到了 酷獎 嗨酷獎 嗨酷獎 嗨大家好 各位浪漫公司大家好 謝謝你大家好 我是酷獎 聽說你們公司油漆的工法 非常特別 還蠻特別的 真的嗎 可是不是我施工啦 真的嗎 我請一個特別來賓介紹給你們的 今天還請了一個特別來賓 來我們歡迎我們的 有沒有撥賬 III本廠 oh 作… 作… 這位是我從日本請過來的師傅 由於我們家東西蠻特別的 當然我自己也是希望說這東西可以 日本人和台灣人一起做交流 對不對 那我特地請來日本的廠商 那他既是社長 也是研發這個塗料的師傅 那他也可以施工 然後他是我們的三本河南 社長看起來非常的雄壯威武 哇 當然 他其實15歲的時候就開始 從事這個行業 因為大家知道日本 小時候往這個行業發展 比較愛玩一點 那當然學校那時候就有本來說 不要來學校上課了 因為他報告剛好是師傅 然後就說那你要不要一起來 他從15歲開始就從事了這個行業 所以他們是職人世家 對對對 然後他當然中間有去參加 就是大家知道 走 喔唷 暴走廚 對 然後他是特工隊的隊長 就是打架中敵 哇塞 可以幫我們問一下社長 今天是特別為我來 還是平常在台灣就常常在 日本社長去嗎 社長去嗎 他說不是特別為了你 我們今天要請這個扣獎 Yamamoto 要來教我們一些 非常特別的工法 這是在台灣沒有看過的 對 沒錯 應該說台灣也有師傅會做 然後也很多蠻厲害的師傅 對 希望就是可以讓台灣師傅 他們有一些 做法上面跟順序上面的不同 對 大家可以一起做教練 一起做學習 所以待會要教我們怎麼樣調料 還是這些要做嗎 通常有些是用粉 然後你加回去去打 可是我們這個東西 你一來台灣就是直接打開 大家只要你攪拌 任何的師傅都可以很好上手 喔 真的嗎 對 我們一般朋友都可以很好上手 那這個塗料是用什麼做的 因為我們這個東西其實叫做漆餐 那我們把它叫做漆漆 那我們主要其實是石灰 我們東西都是使用日本最高水準的東西 那我們還有一個更特別的東西 是我們不使用樹脂 我們使用的是把牡蠣殼 濃縮成液體之後 加進我們這個材料 然後將這個傳統材料變成很新又很強的材料 把牡蠣變成液體喔 對對對對對 就像我們小時候不是有完全實驗嗎 我們可能會把蛋殼丟到醋裡面 對 那蛋殼就不見了 然後我們把牡蠣殼用在各種酸裡面去做漆漆的結果 把它變成液體這樣子 但是這是機密啦 我有太清楚 現在只有他跟天爸的教授知道 對對對 今天準備要施工 日本的開動要什麼 他就會 YOSHI ARU ZO YOSHI ARU ZO 像暴肘族這樣子 對 YOSHI ARU ZO 好詩文 YOSHI ARU Z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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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們一起啊 OK好來 YOSHI ARU ZO 好我們現在要調料對不對 沒錯沒錯沒錯 那這位是 這位是我們 綜藝 他是我們新竹的經銷商 然後他也是我們泥座的師傅 這是因為我的初衷 就是希望台灣的師傅跟日本師傅可以一起做結合 當初就是我直接 到IG 給搭訕他 大家可以看來 他IG的物品蠻帥的 這個要教我們怎麼調 對我們請綜藝教我們一下 油漆有分油性跟水性 對對對 那像這個是屬於水性的嘛對不對 這個跟漆類不一樣 又不一樣 白灰跟我們台灣傳統的灰 那不是漆啊 這跟我想像中的不一樣耶各位 對像不像一桶豆花 像冰淇淋齁 這個是油漆啊 不是啦 這是白灰 我們比較像是劈土的方式 那他這個比例要怎麼貨 有顏色的才會有比例問題啊 對 那如果只是單純加水的話就是 你想要試做硬的軟的就是 喔懂你意思 就像那個泥土一樣 對對對 好那我們開始吧 我們主要有六種顏色 主要是加天然的色漿進去 我們不是加任何色料 像這樣一桶18公斤 加這個一公斤進去 就可以調整我們想要這個顏色這樣 然後可以自己加比例啦 你想要淡一點的灰色就加一半 所以它是加色漿嘛 我們現在台灣其實有些人喜歡比較光澤面的 因為我們這個做出來會比較 沒辦法像有些特殊漿一樣那麼的光滑 可是如果全用這個去做的話 我們這也是有加一些石灰進去 對 那也可以磨出很光滑的面的 喔 那這個感覺好像 只要你會塗水泥的人 好像這個它就 沒錯沒錯 它其實都可以很好上手 那我們現在開始 這被白色的漆噴到 這也變白狼 被原色 沒有 看裡面有植物性的纖維 增加我們這個塗料的抗拉性 比較不會去硬 喔 對 因為我們這做出來的厚度 最少兩綿的厚度 對 有些人怕說 土類就像龜兆土有的容易裂 對啊你看這個有纖維 對 這就是我們裡面的麻刀 麻刀是什麼 它是植物的纖維 一些抗裂的塗料都會加一些纖維 但正常來講的纖維都是一些化學性的纖維 對 不是天然的 因為我們這次491就是宿維是純天然的 所以我們也不要用那種化學性的纖維 所以還是用自然的 對啦因為現在很多的 有些油漆它可能一些化學的 智癌啊什麼那些 這個都完全沒有假裝的問題 而且它可以分解假裝 好我們現在請社長親自教我們 對 教我跟小兒子要怎麼樣來施工 まず この手板に 材料を 材料 對 沒錯 先放在這上面 哦 こう乞けてください 歪一坨上來就對了 歪一坨放上去 你要加紅豆還是加 加 加芒果 呵呵呵 然後我們再上來 然後 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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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きます 好 なんでも隙からですね 什麼都從邊邊開始做的 哦 隙から 這看起來滿簡單的 對 縦でまずこう 禁止として その後に 横に 先直的再狠的 就可以把它逼得比較直一點 這樣子 哦 OK OK 這樣子 這樣子 OK 沒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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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這樣子 通常我們都是建議先 第一次塗薄一點 然後再上次 等他再加上第二次這樣 哦 哦 他說 很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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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七二七 可以可以可以 其實這樣就有一點造型感 對 こういうところを 從上往下壓 對 我覺得這個漆做起來 它看起來會有紋路 你知道嗎 它可以看得出 你刷的那個方向 你刷的那個方向 是可以看得出來 雖然我們這個塗料 大家都喜歡 有一點紋理啦 在日本 像個流行是平披 披的越平 那種技術越好 是 因為這樣 再打上去的時候 就不會有什麼色差 這樣子 哦 這次比較特別 就是我們用日本 比較常說 用手套 用手套來做模樣 這樣的話 我們很多 觀眾朋友 在加到做的時候 就可以很輕鬆的 可以直接上手 嗯 でを 這種隨手可得 在 セブン就買得到的 一個 對 一個就可以了 對 これで優しく 好溫柔的 這樣畫 ちょっと乾燥用 對 然後看它的乾燥程度 慢慢這樣畫 所以畫出一定很漂亮的造型來 これでしたら 小さなおこさまとかも やりやすいですし まあこうたたいてたてがたみたいな つけたりとか 字もかけたりとかするんで 就像很小的小朋友 不管是年紀 像日董 然後我們就 流行那種 幼稚園小朋友 一起去做 這方面的東西 對 那我們再調整 對 現在這種感覺 因為我們這個東西 它是表面有一些 像歸造圖一樣 它是可以有調節濕氣的 所以 當你做一點有 這種造型的時候 它的毛細孔 可以再更擴散一點 所以它能夠調節濕氣 效果可以更好 這造型可以隨便你用 當然你如果說 你還是喜歡平面的 還是可以繼續用平面的 對 沒錯 但是就是 因為我們沒有畫畫的天分 像這個東西怎麼辦 有人會留著 他說這個如果你喜歡 它面子比較凸一點 的話也沒關係 不用管它 不用太美食修飾 因為這個就是 唯一你自己 做出來的牆 對 世界上只有一個 大概類似像這樣子 厚一點 就會像這樣子的感覺 這個好看 講到這邊 他們有一系列 他們的作品的IG IG 我們寫在下面這裡 IG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他們的作品 可能有一些人覺得說 還很抽象 就是如果用這種漆 可以做什麼 搞不好有人是為了那個圖 去做他們的漆 食指跟中指 然後在這個中間 中間 假裝中間 欸 對對對 欸 對對對 好 可以上去 跟剛剛一樣的高度 再一個 再一個 還可以嗎 好玩 不會覺得很熱 會啊 還是還好 欸 你是想要用這種造型 真的 還帥了吧 你又 你又再想到用一個那會圓 對 認真 希望可以 希望我畫得出來 所以你先等一下 幫他劈完之後你還要再手 對還要再手再去畫 算錢不容易 不容易 對 要幫你內容 跟自己出嘴 太空還是 太空還是 不嫌 怎麼會做到什麼 太空了 太空了 好 好 哦哦哦哦哦哦哦 好心的 你要用名正單可以嗎 哦可以啊可以啊 這真的有個辦法就是 你可能要用不同顏色的料 它辦法變得出來 光打壓器就出來啊 這線條畫得出來 你可以 或者是用畫的 用手指頭畫 但是那都不能做了 如果用手指頭畫 那色這樣就不能做了 顏色不能做啊 是啊 如果用手指頭畫 手指頭太多了 就這個 我們新家現在在圖那個 給小孩子繼續圖他的房間 就是讓他親自去 設計他自己的那個牆面 因為他很喜歡畫畫 他喜歡那個門真爛殼 所以呢他現在在牆壁上面做畫 但是這畫錯了 如果回不來就很麻煩 啊啊別對寫 頭髮看出來 看出來 看出來是頭髮 嘴巴嗎這個嘴巴嗎 沒有沒有嘴巴 有啊那嘴巴嘴巴那個型有出來 先把頭完成 先把頭上然後關掉 一下吧 嗨 各位朋友們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來跟大家介紹 今天這一集的贊助商 Cellemonic無線麥克風 各位之前應該常常看到 我們在節目裡面都用無線麥克風 我們有非常多次都是用這個Cellemonic 那麼各位應該常常看到很多創作者 用了這個無線麥克風 通常最多就是一對一或一對二 但Cellemonic現在已經出到一對四 而且是用無線的2.4G的傳輸 而且用Type-C就可以直接充電 同時它的接收器是用OLED的螢幕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所有的訊息 還有音量大的掌聲也可以增益調節喔 那另外呢它有四聲道可以用監聽的耳機 去監聽你錄音的整個過程 非常適合任何的場景 尤其是多位來賓的時候 最適合用這種的無線麥克風 那麼Cellemonic B-Link 500 Pro 這一款無線麥克風 現在已經開始在市面上販售了 今天這一集節目呢 我們全部都是用一對四的無線麥克風來收音 那麼大家如果喜歡的話 在底下連結 各位可以點選進去看一下喔 好 還是讓專業的來好了 這個 雖然自己弄油漆蠻好玩的 但是 這個真的是體力火啊 難怪現在油漆的工不便宜 不過我剛剛試一下 我覺得它的可塑性非常強 就是你如果不在意別人的眼光 你自己的牆面 你要怎麼用隨便 我覺得真的是蠻棒 它有點像在塗水泥啊 我覺得這是非常有趣 而且跟家裡的小孩子一起互動 把家裡的房間啊 弄得漂亮一點 弄得自己喜歡的樣子 不管好不好看 都是你自己親手做的 好 今天非常開心 我們可以到我們家自己DIY 非常感謝這個Col-Jia 然後還有這個Yamamoto-San 對 今天來到台灣 就是幫我們家裡 親自幫我們做這麼漂亮的這個畫 它算是泥座嘛對不對 其實算是一種泥座 泥座或是藝術塗料 對 藝術塗料 我覺得大家可以嘗試一下 尤其它的成分啊 非常適合像台灣這種潮濕的氣候 對 沒錯沒錯 因為我們可以調節濕氣 然後還有很多西亞工人 像分田甲醛 他們有胡料可以再加上那個叫什麼 色漿 我們的天然荒布色漿 連色漿都是天然 對 全天然 對對對 然後各位可以去看一下他們的IG 上面有很多不同的一些創作在上面 然後聽說最近有比賽是不是 對 我們預計在10月底 我們會免費提供我們的料 然後讓50位 對 就可能影片公布之後會開始報名 然後會讓這50位免費提供料 對 然後跟樣板 然後讓你們來創作去自己 屬於自己的東西 使用我們的料 那我們會有排名啦 我們到時候會把作品發佈到IG上面 就你們可能做完之後拍照給我們 然後我們會必須比讚的數量 第一名我們會直接招待去日本 就去日本的廣島這樣 在社長的故鄉 對 玩三天兩夜 真的嗎 對 我們會集中提供兩張機票跟住宿這樣 哇 真的太棒了 對對對 然後二三四名也有獎 是國內的 一些知名的飯店才保 對 對 對 到時候可以看我們IG做資訊的了解這樣 我們今天非常開心 讓我們這個 Yamamoto桑跟這個 寇角來幫我們把它完工 我們呢 影片呢 這裡面呢 會有很多很棒的創作在裡面 希望大家可以把它分享出去 因為這種是一個新的資工的方式 比較少看到 大家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把這影片分享出去 那我會把這個寇角他們公司呢 然後 資料也都寫在下面 IG也寫在下方 大家可以去參觀一下 然後另外就是 我們這一次呢 有跟扣角熬到這個折扣碼 各位 如果都到扣角那邊 那你在下面的時候呢 你可以輸入我們的折扣碼 可以用回給我們Mansgate的朋友們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到這地方 請問你們絕對去逛街 昨天去購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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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購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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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後有拖一些 還有一些配方 所以在日本是做什麼樣的小吃 做像可麗餅 肉丁 一些餐廳 然後它還有開門業 純的 純的啦 黃島是吧 對 黃島 我沒去過 我們黃島見了客人 對 然後祝賞